好的 各位观众罗爱哑门打的早上 中午好玩笑好 我是国际解说 狗狗词 角爷对Photo 这两个人其实在胜率上面很接近 因为两个人互有胜负的 曾经在角爷出道之前 Photo打瑜伽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直到有了角爷这号人物 那突然间这个胜负关系就发生了一个比较微妙的改变 好那现在这一场的话 标准的Photo打瑜伽的对局 就发起死亡冲锋 怎么冲呢 就拿脸去冲 冲到了 那就来了来来来冲到了 这一波轻功过去 接下来角爷要在地板上度过他的余生了 哎 这里跑掉了 没关系 再来VT还可以有一波 轻角点凑以后直接连上一波 最后一个暈点 普通头 再一个急速降落补上最后一下 角爷这里没反应过来 角爷想的是对手跳过头了 我可以准备反打了 他肯定脑子里装的第一时间是反打 所以才会吃下这一下 如果说这一下他冷静住没想着反打 那死的应该是Photo 开局这里Photo EX三拳过一手拨 看到对手动作 拼到一个香杀 再冲 啊 啊哈 这种行为就叫做 我恒在你的面前你来干死我 这Photo这么远的距离一个急速降落 应该是想要去扑对手的一个对空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但反正没扑到 扑了个空 然后就被人干了 中掉过去以后 值得准硬头先来一手 情况下拍两下 瞎中掉V7叫出来以后 冲啊 哎呀 这一下对手跑的好快 脚在这边无限后闪 Photo这边就无限前冲 很怕的呀 你说真的很怕呀 你看到对手像一条疯狗一样 不知道他怎么过来 对吧 各种各样的 这也不怕你打他 哎 现在怕了 没血了 怕了牙 这伸只脚出去 无奈自己脚太短了 Photo表示我的这个脚要是再长个一米 那也就不是人类了对吧 这个长不了那么远了 那脚也那个怎么算了 脚也那个那么长 好 那现在第三灯 Photo手上一个满资源 农服三拳可以重了 哦呦 这个下中拳值得去靠对手有点狠 还是一波 倒地尔进水 哎 起身就EX火喷出来 马上换编完了以后再一手投 这里投针完了 Photo抓得准的 用V闪来破对手的一个 投后固定压制的套路 这里Photo还是要被反打 摸下来以后又是一个V闪 中缺直接打C 这个是把V闪用到极致了 这个真把V闪用到极致了 Photo在这边连续的两手V闪 把脚也的命都给要了 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大缺乏 就是你这招被我闪过去 我可以直接反打你一大套的那种 他是看准了台名来用的 上来这边又是一个倒地 今天脚也开局好像气势不太对 被对手疯狂拿机会 这里抢到一个头 哎 捡了个皮夹 下中了放刀以后VT叫出来 指定头没中 脚也这里也不敢反打 对手手上是有一个VT可以做保险的 只能走 这个VT过来 诶 佛罗要再冲吗 这血量已经不多了 又到了生死二则的时候了 佛罗这边 啊 想要去预判去抓对手 但这个脚也冷静了 脚也冷静住了 我记得上一次视频里面 脚也就是这样被抓死的 这就叫吃一千掌一只 脚也的质力也是可以的 掌质涨的挺多的 全被佛罗给打出来的 来 这边上来 直接一个C裸喷出去是什么 串着 哦 放了一个烟花庆祝了一下 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是表达某种友好 还是表达我自己的智商呢 这个库存量已经满了 已经到达上线了 要溢出了 所以要把这个智商喷出去一点 这里再一个火球吐出去以后 佛罗这边有点危险 暈点有点高 这个暈点那么高要怎么来 不想太多了 直接冲吧 这里狂住对手不压 再喊出自己的VT 这里跳起鸟落下来 再重来 一顿猛按 这里没有按死 最后吃个对空 再见 波罗交代鸟 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只能交代 对吧 这个对局就这样 大概两到三次进攻机会差不多的 你说一次按死脚也还是蛮难的 脚也这边还是会反抗的 我这个是什么 上来白给一波 这里再一个重鸟近身 头 直接把你给厚厚按下来 最后的一个暈点 这里有点慌了 不敢动了 直接再反打 可以啊 没有不敢动啊 这些高手都是这样 就是越到关键的时刻越感动 这边躲过了对手的一个急速降落 那这样佛罗这里有危险 直接走了 哇 这个真的是后手招的吗 你算好了 知道你会去跳 躲那个火的伤害 NVC 打完 再一手头 哎呦 两个人都极致博弈 打的都很极致 把对手的一些行动算的都很准 到最后的话就是纯拼那些身体本能了 看谁在灵光一线上面这个陷得更多 EX倒地 水过去以后 情况就拍一把走 下中圈 这里太近了 这东西近的话要吃雀饭 交了一个V3 哎 这里派生 脚也走人 重点要吃 那扶到这边就会有点难受 这里被控住距离 哎 手脚虽然短 但是我可以打你伸出来的手 对不对 中条过去 这里距离太远了 虽然有力 但压不到 这里在前前 一个秦魂之一把动拍中 抓到对手的VR 脚也这边慌了 下中条又放倒 这压力很差 这里 连续两个千千又上脸 防住VR 这里有危险 跳青脚抓你的一个闪身 但是脚也这里是喷出一口火 V2这边反被关板面 两个人 拼得好血腥 轻弓机重拳 摸一轮 没有摸中 下中拳过去直接给CA 具体不够 脚也这里反打一个CA 那这样的话 双方一灯兑一灯 好浓的火药味 两个人 这个破掉V2的一个不败精神的男人 现在已经又一次把V2逼到了赛点 当然双赛点 两个人都有可能会死 谁输谁赢 我都不觉得意外 因为这两个人确实 平时我看他们天地交战的纪录也是 基本上一直都是接近55开 打得太不分伯仲了 脚也也是个人才 我觉得炳也都未必有脚也这样子的一个胜率在 中条再一口火 这样的话把距离拉开 也不敢轻易的出手 V2这边打插合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又是一个下中鸟提拟的站中拳 都是看准的 这里交一个VR放倒 会不会追过去 直接追 情况只有点中了 中角再近身 TC打一下 那对手跑路 已经逼到板边 哎 突然吃了一个碎康 在那边 雪亮眼睛两个人非常的接近 但是注意一下 脚爷的资源已经交干净了 啥也没有了 只剩一发反抗的VR 而且这个VR很有可能会被抓掉 我到这边要冲 他在等一个智慧 V7一摁 这个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 直接现实用一个空中的指令头抓下来 下中角V7 来 直接请你上路 从资源量上面来看 脚爷确实撑不住了 最后佛多这边是赢在一手资源 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请你猜一发 那这一发你躲不了 好的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您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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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